今天是我們這個學期的第二場假日課是廣場 然後我們大家都很準時做的滿滿的 我上禮拜因為有些事情沒有辦法跟大家一起同樂 不過好險我們沒有把這邊燒掉 上禮拜有來的舉手 好如果這裡發生什麼事都是你們的錯號 好那有成功專務舉火的舉手 你們這裡有燒起來的 沒有好想說人 好那我再問第三個問題 回家還有繼續專務舉火的舉手 完了好險 你們知道桃園最近欠水嗎 所以回家玩的時候要很小心好不好 因為如果真的發生火災的話 而且不夠救火 所以真的會很危險 好那個我們今天請到的講師 來我先問一下 我們現在歡迎我們最小的今天最小的觀眾 聽說他只有兩歲 來我們來拍手歡迎我們的小姐妹 兩歲就來學科學 我看國家多有前途 好 那個我先問一下 因為吳老師是我們的老朋友 所以我猜想在座應該有很多人有上過吳老師的課 然後你曾經在假日科學廣場 上過我們吳憂趙老師課的小朋友大朋友請舉手 不確定 本人在這邊你看一下嗎 不知道 不知道 你彷彿覺得依稀似有的都可以舉手 好不好 哪有上過吳老師課的舉手 一個 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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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個 好的很少 好 所以我今天就要花 謝謝可以放下 我們今天就花一點點時間介紹吳老師 我以前介紹吳老師我一定會說一件事情 我猜想在座應該沒有辦法 是已經退休了 那我們要看一個人他真的興趣在哪裡的話 其實是要看他退休以後做什麼 不是退休前 你真的很喜歡的事情你退休以後會一直做 吳老師他在中學中做了很久 教的非常好但是也已經退休了 退休之後他還不再做科學的推廣 然後還在做物理教育 所以這個是他真正真心喜歡的事情 那大家可能覺得 欸我們以前的講師啊 那個講師的簡介有沒有 吳都很長然後塞的滿滿的 我跟你講真正厲害的 真的不用寫很多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們有看過馬英九的名片上面寫 喔我又是什麼什麼理事長 又是什麼什麼總監 又是什麼什麼不用啊 只要寫馬英九 大家就知道是誰的對 好所以吳老師我個人最敬佩的點就是 他已經退休了 可是他無償就是不收取任何費用 然後在全國的各地做很多科普推廣的事情 在他自己的教會 然後在我們物理學科中心 繼續研發新的教材教具教案 讓我們的物理教育或物學教育可以更好 我相信很多媽媽媽在這邊 你們應該都有一個反響 就是當初如果我們學物理或學科學 是透過這樣的方式學的話 你可能就不是填寫你當初念的那個科系了 你很有可能會是一個理工科系畢業的學生 對不對 所以時代越來越進步 我們現在學習這些方式也會不一樣 那吳老師在這邊 他繼續在這個科學教育上做出貢獻 然後我們也有機會可以在這裡 然後今天跟我老師一起來同樂 一起來玩科學 今天的主題是電流的磁力 每個字都認識 可是不知道要幹嘛的 電聽過嗎 電流聽過 磁力也聽過 磁力也玩過 有沒有人看過電流啊 小朋友說有欸 為什麼會 我們當時那個有看過 就問他在哪裡開他 對對對 大哥老師問你在哪裡開他 好 為什麼電流會有磁力 今天我們不會講很多的原理 然後什麼公式 然後那太恐怖了 我們就玩 好不好 玩中學是最有效率的 那我們就一起來跟吳老師玩中學 對 大家一起跟我用最熱烈的掌聲 歡迎我們今天講師 鼓勵大老師 各位小朋友哈 我今天看了你們報五個那個 婚配表 我們有五十一位是國小的同學 沒錯 今天這個 這個課程其實就是為小朋友而進行的 但是還有很多家長 這些家長現在都在關心你的小孩 對不對 說真的 我現在在關心誰 你們曉不曉得 我有一個四歲的 到這個五月底是四歲的一個孫女 我現在就是一直在關心她 我舉個例子哈 她前幾天跟她問什麼事情 那突然間說 我家裡有四個人 她說她家裡有四個人 她媽媽就問她說 哪四個人 你知道她怎麼回答 她說 一個爸爸 兩個媽媽 三個妹妹 四個我 四個五乙鞋對她的名字 我當時聽著我說 哇你有那麼多爸爸嗎 你有那麼多這個媽媽跟這個妹妹嗎 我知道她錯了 因為她小朋友觀念還沒有 我利用這個機會 就現場的 就給她來一個 觀念上的一個 一個糾正 我說你要說 這個不是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我應該說 第一個爸爸 第二個 她的觀念應該是這個意思 第二個 媽媽 第三個妹妹 第四個是我 應該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常常就跟她 做現場的一些交流 一些溝通 有一次我在 在這個 參加一些老師的活動的時候 有一個老師也是帶著小朋友去現場 那個小朋友就會問了一些什麼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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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媽媽今天要怎麼講 她不要問了 沒有為什麼 我看到這個請求 就是利用這個機會 我就要講說不對 她問你為什麼 你一定要想辦法 這一個 告訴她 那我就又舉了一個例子 我說你 有一次我帶她 到 就是 去看 看燈會 在燈會之前 那帶她去看燈會 完了以後就在 台中高鐵 買了一包這個 餅乾給她 那回到家以後 就問她媽媽說 為什麼叫沙琪媽 那她問 因為他們現在這個年紀很喜歡 為什麼 為什麼 那我就跟她講 我說為什麼叫沙琪媽 我們就直接告訴她答案 我就問她說 你為什麼叫沙琪媽 我問她說 我問她說 你為什麼叫沙琪媽 你為什麼叫沙琪媽 她當然不知道 對不對 我就跟她講 好 假如你今天 在外面 跟 跟林奇小朋友 一起在玩 那 我要想叫你 進來的時候 我應該怎麼叫她 我說 會會進來嗎 我說我會叫 吳以仙進來 對不對 那這個吳以仙 這個名字是幹什麼的 我意思就是 我們也為什麼要有一個名字 有一個名字 就是這樣 我們才容易去區別 才容易去 去了解 去工作 做一些 我給她這麼一個怪貌 那我就跟人家講說 這個為什麼叫沙琪媽 因為這樣的話 你如果到店裡面要去買沙琪媽 你才能夠 直接說出來說 我要買這個東西 就目的就在這裡 當然這個東西為什麼叫沙琪媽 其實也有她的原因 只是我告訴她說 為什麼要有一個名字 只要的一個關鍵而已 OK 那麼今天雖然我們的主題是電流的福利 但事實上 我重點不放在這裡 我今天不是在給小朋友一些知識的概念 我想要來讓小朋友了解一個問題 這個很簡單 小朋友應該是沒辦法做研究 對不對 我們這個能力也許還沒辦法做研究 我們真的沒辦法 你說你要讓一個小朋友去做什麼研究 不可能 因為我們知道的東西還少 但是我們有沒有辦法讓小朋友做探究呢 這是我今天最重要想要傳達的一個概念 我們有沒有辦法讓小朋友去做探究 OK 那也許有人就會問啊 那什麼叫探究 對 探究這個東西其實也滿足一下 不如去瞭解 好 所以 來 今天 我所有的掩飾 或的問題 如果我有問題的話 我現在小朋友比較客氣 你知道什麼 就說什麼 好不好 講錯的無所謂 我認為 在學校老師也好 在家長也好 總是有點想法 那 這個感覺說 小朋友講出來的東西一定要是對的 一定要是對的 不見得 因為 我們不可能什麼東西都知道 其實我們也是從這個不知道的中間 從這個錯誤的中間去去做學習 對不對 對 所以我今天最主要是想讓小朋友知道 我們怎麼去學習 好 目的就在這裡 OK 那 現在你看 我這邊有一樣東西 大家看到什麼 核子 核子 還有呢 幾條線 幾條線 還有呢 幾條線 好 沒錯 我們眼間時常在看周圍的東西 對不對 那你現在我特別拿出這個東西 你當然會特別注意 你看到的一樣東西 OK 現在你注意喔 好 OK 好 你現在看到什麼 一條線 好 你再說 一條線變來變去 OK 還有誰看到什麼 沒有 你們都沒看到什麼 他有四個洞可以傳出 他有四個洞可以傳線出來 對不對 還有沒有 就是下面的那個線 有一個不見 這個下面的線不見啊 沒有啊 在這裡啊 但是那個沒有 沒有剛剛那麼長 喔 沒有剛剛那麼長 對不對 那我現在能不能讓它長一點 可以 但是上面的線又 對 我們看到了什麼 我們看到這邊有四個線頭 有一條 我們把它拉出來特別長 對不對 可是 當你從其他的線頭 不管你從哪裡 你都可以把這些線頭怎麼辦 拉進去 拉進去 對不對 對 OK 這是什麼 這是我們看到 對不對 對 好 大家都看到了嗎 當你看到這個現象以後 你現在 老子裡面有 有什麼感覺沒有 有 有沒有什麼感覺 很像魔術 你現在看到了 對不對 看到以後呢 就這樣不了了 知道嗎 我來問一下媽媽好了 我來問一下爸爸 好不好 留下家長 我們會不會跟小朋友一樣 我們常常說 真的 這個 就是看到的東西好像都會不會 有什麼樣 你看到了 好 那我們請問一下 對 你現在老實在想什麼 這是怎麼做到的 好 那是什麼做到的 還有嗎 還有沒有別的想法 你哪道 哪道 哪道道子裡面都通通的嗎 因為我結了有四條線 你結了有四條線 還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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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來 好 等到 你怎麼樣 你一檔子想什麼 兩條線綁在一起 OK 好 最後一位 來 你想到什麼 只有一條線 OK 我們其實 可不可以把 大家小朋友 所提出來了 總合成一句話 那就是 我們想 想到一個什麼 裡面的 構造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在想 裡面到底是怎麼結構的 怎麼可能這個樣子 是不是 所以 我們第一個 看到什麼 當你看到了什麼之後 你接下來就會怎麼樣 就會想到什麼 是不是 所以剛剛有沒有想到 有 應該要 如果你接下來沒想到 好 你可能就到此 你就不會再繼續往下了 是不是 所以我要提醒各位小朋友 來 當你將來 遇到了什麼東西 遇到了什麼問題 什麼現象 看到什麼東西 你又應該繼續往下怎麼樣 往下想 好 我們會想到什麼 好 剛剛大家想到什麼 想到的 裡面的線 是怎麼結構的 對不對 你是不是出現了一個問題 它的構造為何 好 我們出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它的構造是怎麼樣 OK 就出現了一個問題 所以你就想到一個問題 好啊 當你想到的這個問題之後 你會怎麼樣 就算了嗎 來 告訴我 當你想到這個問題以後 你會怎麼樣 好 最後面 找解答 啊 不是 大聲一點 找出解決的方法 找出解決的方法 就是有的問題以後 我們就要怎麼樣 他已經講了 來 你說 問人家 問人家 OK 你呢 想知道答案 想知道答案 好 這邊有沒有 那你出現了問題以後 你會怎麼樣呢 想要把那個東西打開 喔 你就想把那個東西打開 想去知道答案 對不對 OK 還有嗎 對 對 沒錯 我們有的問題以後 我們不能就停在那裡 對不對 就等著說 喔 那這裏面的構造怎麼樣 好 就停了就算了 那你也就沒有以後了 就停在那邊 沒有了吧 我們當然要怎麼辦 要解決問題 要來知道 它的構造到底是什麼 好 剛剛已經有人講了喔 怎麼辦 對 很多人就想說 那我打開來看 你就知道了 問題也就解決了 你們想想看 這麼簡單嗎 啊 問題都這麼簡單嗎 都可以打開來看的嗎 當你碰到什麼問題 你都什麼問題都可以打開來看的嗎 可不可能 對 我現在告訴你 在不准打開的情況下 你怎麼辦 你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你怎麼去知道它裡面的構造什麼 那為什麼說能打開 因為很多問題是打不開的 對不對 如果這個問題都可以打開的話 那就不是問題了吧 啊 都是因為打不開 但是你要想辦法去解決它 OK 這樣 你會怎麼辦 要解決這個問題啊 盒子就不能打開啊 你會怎麼說 搖搖看看裡面的聲音 搖搖看看裡面的聲感覺有什麼 好 還有嗎 自己做做看 自己做做看 還有沒有 好 來 你說 找書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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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這也是一個好方法 但是萬一沒有 書裡面也找不到呢 怎麼樣 他說Google Google 哇 笑一下 笑小朋友真的很厲害 沒錯 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但是 我要提醒大家 我要提醒大家 Google裡面 有很多東西 不見得是對的喔 所以這也很重要 要會去做判斷 好 你說 自己研究看看 還有嗎 還有嗎 好 沒錯 來 看這裡 你又不能打開 但是你要確定它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構造 那 現在我提醒問題 你在腦子裡面 認為 這裡面的構造是怎麼樣子呢 想一想 好 然後 你怎麼去界定 你的想法是對的 還是想法是怎麼樣 是有問題的 對不對 好 我們請把那個 鞭子 還有線 挖下來 好 我們現在 有一個鞭子 有線 你去想辦法 把它 試試看 它裡面繩子的構造 應該是怎麼樣 好 應該 那如果你要研究的話 可以拿這個去 拉拉看 想一想 但是 不能打開喔 這邊 這個 都可以拿去看看 但是 不能打開 你要去思考 它裡面可能有幾條線喔 對不對 所以先想亮椒 可以 用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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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去 你 用來 打開 這個 來 對 把 多 已經做出來了 请亲手一下 好 这边 还有刚刚出来的那个 妹妹 这样子 你们要不要出来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要不要 来 妹妹 你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 你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 好来 跟大家说 你为什么 这样做 有这样的想法 好想法有小生 好 那 叭叭叭叭 我们的想法就是 我们的想法就是 其实从这样看它 拉一条线 这三个线头要被缩进去 所以我的概念是 先从结果来想 我的线头是要能够联动的 然后再来想 用几条线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刚才跟我的 就是跟我同学拿的时候 跟他想 一开始我觉得应该有两条线 后来我想 不对 应该只有一条线 应该就可以做得到 我里面不要让它太多的线 让它能够存在一起 所以我一条线把它剪 断变成两条线 再从中间绑出 这把两条线的中间绑起来 那中间绑起来以后 那每一个线头再拉出来 所以拉的时候 自然而然就会被 它就很容易把三个线头给收回去 OK 好 再来 来 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呢 来 对 这个现象也是我们在 学校里面在教室里面 会的情形 怎么说呢 如果有一个人 把答案讲出来 那 有人就会讲说 很好 是对的 另外一个人 他就不敢讲 他为什么不敢讲 他就有点 没有信心 为什么没有信心呢 因为他的做法跟别人不一样 是不是这个样子 你不会讲 他不会讲 你为什么会做呢 你就把你做的 说出来就对了 对对对 你就用你的 做个说明 好 来 那那你先来 来来 快快快快快 哎 预竿没关系 那先先 每个先 谢谢 来 你过来 好吧 爸爸给你哦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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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 你要讲 不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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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帮你讲 爸爸帮你讲 四个端点 给大家说 主要的想法是四個端點 那一條線兩個端點 所以理論上應該要有兩條線在裡面 那所以呢我們就把剛給我們的那一條線把它剪成兩端 然後露出四個端點 那主要是說連動的問題要怎麼解決 那一開始的想法是說把兩條線中間打一個死幾 就變成連動的效果 不過發現這樣的效果變不好 因為現場的關係 在某一些拉某一些點的時候 還是會其他點還是有點小的線頭漏在外面 所以最後的做法是中間就不要大死 只是互相纏在一起 那發現這樣的效果最好 應該是最接近那個剛才老師的事態 最接近那個效果 OK 所以你這個想法跟剛剛那個小月的想法是什麼樣的 來這邊有一個不一樣的情形 但是他不敢講 嘗試不要 要有勇氣 你這個也辦 我問我問我問一下 嗯 葉金牆同學會明天哪一個學校 你說 新榮國小 這裡有沒有新榮國小的 許首 有新榮國小齁 欸你代表新榮國小欸 下次見到你們的校長 不知道怎麼樣 來 坐著很棒啊 來 坐著很棒啊 來 坐著很棒啊 來 坐著看 來 坐著看 有小朋友說 只有一條線 對不對 那只有一條繩子 可是你想想看一條繩子 會有四個線頭嗎 不可能啊 不可能嘛 所以第一個問題 你就是想到 至少要有幾條線 要有兩條線 來 要有兩條繩子 對不對 那現在這兩條繩子 對 剛剛兩位 上來說明的時候都講得很好 把重點都提到 這就是 我們解決一個問題 的時候 我們要有一些思考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將來 當你看到某一個線下 你就要會去想 跟這個線下有關的一些問題 對不對 想了問題以後 你要想辦法去把它怎麼樣 解決掉 把問題解決 好 那怎麼解決問題 你當然 對你所看到的線下 去做思考 這樣一步一步的去拔解掉 OK 那麼這個連線的方法 從我們剛剛 大家做出來的結果 其實它是 我們現場有兩種 兩種 一種是 其實這兩種 是兩條線 中間打一個死線 把它連住 把它連住 或者是 兩條線 中間不一定要打死結 中間可以用一個環 把它套起來 這也是一個不一樣的方式 丟一個環把它套起來 讓它能夠有牽動就對了 那另外一個方法是 這樣子 兩條線 在裡面 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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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這個方法 其實也可以這樣 我看到有個小朋友 他是這樣做 不過 他沒有把那個線的長度 調整好 也有人 這樣做 他中間 用一個四方形 然後連接 四條線出來 其實 這個在告訴我們什麼 有沒有知道 這個現象在告訴我們什麼 記住 我們常常 在解決一個問題的時候 時常有那種標準答案的想法 好像答案只有一個 對不對 對不對 不見的 不見的 聽到嗎 我們解決一個問題的方法 可有很多 可有很多 那只要 你可以做得出來 那一個就是對的 聽到嗎 好 這是 我們的第三個 就是 我們在試什麼 對不對 當你試完了以後 你會得到什麼 你是不是就得到一個結果了 對不對 你對於這個問題 是不是 有所認識的 是不是啊 好 所以 接下來 我們 這個 怎麼關掉 好 所以我們是不是就知道了一件事了 對不對 曉得這裡面的結構 那知道這件事之後 這個問題就圓滿解決了 萬一 你沒有解決出來 怎麼辦 你可以再重頭再來 所以剛剛 有很多小朋友拿去 再想一想 看看 拉拉看 做 深入的一個 更進一步的了解 好 這就是 我希望 我們每一個小朋友 應該所具有的一個 一個探究的過程 一個思考的過程 所以當你在學校裡面 或者當你在入常生活裡面 碰到一個現象 看到一個問題的時候 你不要就這樣放掉 我希望你們都追行這樣的順序 自己去做研究 去做探究 好不好 所以這邊 我在更詳細了解一下 科學探究的歷程 其實剛剛 那是很簡單的一個歷程 今天那個科學探究的歷程 你看 注意看 一個是觀察 觀察完了以後 你就會發現問題 對不對 發現問題以後 你就像剛剛有人說 Google 去看書 去做什麼 就是我們要來 搜集資料 來解決你這個問題 好 那你去做思考 去做演藝歸納 最後 提出你的想法 他可能怎麼樣 然後再來 去做實驗 去驗證 推論 然後得到一個結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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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